台湾啪啪照了解台湾的文化和文明,李雄欧,大家好,我是渝夫。 好,今天帶大家去看看很趣味的景點,我們現在有很多館池都會去設計一些藝術的作品,在石碗裡。 很多人去看,比如說家裡有一個玻璃鞋,玻璃的,就是玻璃鞋的故事你怎麼看過。 還有台南的七國的地方,有一個是在搵分砂攝影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叫水晶教堂。 那個也水得翻過,很多年輕人,如果要搵分砂照,跑去搵就對了。 那麼在台南的安平,來看這個,這隻魚,這隻鯨魚。 鯨魚呢,其實鯨魚,鯨魚不是魚,鯨魚應該說是鯨豚,因為牠是哺乳類的動物。 所以這隻呢,看就知道牠的牠在牠和牠鯨起來。 這個看起來就知道說這種的鯨魚呢,鯨魚的鯨魚叫做,海鯨。 我再說一件,我們所有的油管鯨,真的很多的都有鯨魚譬如說,大鯨鯨。 大鯨魚的鯨魚叫做海騎。 我們的這個海豚叫做海堤 我們在這個台北那裡常常有這種走私的這種 說有這個諸如某香精 諸如某香精代表叫做紅鴨 所以我們有說到這種 譬如說一般這種 一般這種精於某香精 代表說冠茶頭 因為它是這樣下來 還有一種叫做這個虎精 虎精代表叫做是黑白龍軍 黑龍軍 有人叫做殺人精 它怎麼會殺人 鯨魚 鯨豚是不會攻擊人類 一般來說是這樣 所以在外國有一個本身叫做白鯨祭 白鯨祭為什麼會出名 就是因為那隻鯨魚 白色的鯨豚既然會攻擊人類 所以鯨豚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友善的動物 所以我們要給它愛護 我有一次到美國去看 去看這個大鯨鯨 去看那個鯨我停在那裡 那隻鯨鯨這樣 向一向外國鯨衝過來 大家是用蝦的 要怕死 現在撞下來 絕對是這隻鯨就翻下去 結果那隻鯨鯨 是由這個鯨鯨鯨起來 由這個鯨的鯨鯨 然後這樣吞進去 然後又衝起來 當時我搶一支手機 包給那去 不知道吞多少張就對了 旁邊一個的美國人 我問你有沒有吞出 比如美國人說 好像有的意思 跟說買も Pen編 然後我發現 那時候不是數位相機 那時候是普通的這種相機 就是有地平的那種 結果回來寫寫出來 沒有一張蝙蝙蝠 太大隻了 那麼這個作品是 放在鞍瓶 有楊氏益 就是他所設計的 他的作品是23公尺長 鋼是10公尺 館8公尺 他用3714機的不鏽鋼 不鏽鋼的鋼管 把它撐起來 但是因為這個太重要怎麼 這個鋼盆這裡很巧妙 魚豆這個地方 併罪是在鋼盆 撐住整個藝術作品 這有一個樓梯可以拔開 所以你要看這張有三個點 第一點就是你要站在鋼盆 看到去 他上面還有這種 什麼 一種彩色玻璃 所以彩色玻璃有148片 所以你可以在那裡看到這個說 台灣繽紛多元的文化 還上去之後 二樓 在二樓在看的時候 你來燈頭 燈頭又要看 表示說你要低頭的感謝 這個土地來給我們背用 所以你還可以看看旁邊的人 就說我們都是名文的共同地 不是有人要主張說一國兩制嗎 你如果要跟中國人合作 你就沒有需要來騎這樓 因為你要做中國人 要去就更快去 好 來,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作品 這是台南的岩盆 這裡有人在高空攝影 要去的就是這隻海洋 這隻有23公車等 跨10公車 管8公車 他的最方便用了三千一百七十四機 的不銷鋼管焊接而成 到了暗時時 上公拍起來 還更漂亮 整個有二十幾檔檔 總共有四百四十八坪的彩色又燒玻璃 結果所要表現的是大魚的祝福 祝福我們生活在台湾這個土地上的人 每一個人都會這樣幸福快樂 好 來 我們現在講到這個土土魚 尤其在平鵝 平鵝到當勢一後 到差不多在完燒一後 當勢一後到完燒一段魚竿 就有一種很好吃的土土魚 那麼這張圖裡面是我在賣居前京的米室 那麼這裡有了這塊土土 這個土土當然是經過這個環切 環切後才經過這個魚葉乾的處理 日本人有一句話說給這個 祝福祝福就是祝福祝福就是祝福之秋 到秋天的時候 開始有圍繞就好起來 所以你要在台南市場 秋天很適合 歐多椒也來的 偷偷也來的 這個芝麻 還有蠟筊 黑麵皮露 黑麵皮露 都來了 所以這時候來台南最好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之後 幾個久的時候 會偷偷來到台南的水泉京市場 每一年 如果當這個過後 朋友會偷偷就出現在台南的水泉京市場 聽說偷偷沒有客 看人不會 所以有的人解釋很清楚 會把他帶在偷偷魚廳館 那今年是怎麼送的 啊 今年怎麼送的 它有四位 四位比較少 啊 四位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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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那是六百 四間六百喔 那有四位都幾千的 喔 喔 喔 那我今年介紹怎樣 喔 喔 是喔 對 我今年 介紹有比較多 喔 那為什麼要怎麼開 我們夾沒有啊 夾沒有啊 還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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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不可以 還不可以 還不可以 這幾個就好 對 其實有的人也會種到鮪魚走來偷偷,站在這裡請人處理 反正的記得,如果是可以洗過後,就要來追神經找鮪魚的鮪魚偷偷 好,來,差不多我們額是青的偷偷,這是額色的 我額色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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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不過差不多要10斤以上的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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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這是蝙蝠嗎? 要知道是蝙蝠的,蝙蝠是外國人口的 就來問阿賓就對了 這隻三個三斤 三個三斤 有的這隻是大隻的 今年的價錢如何? 今年比較燙 一斤多少? 一斤多少? 去年都要兩千 要兩千喔? 要用蝙蝠嗎? 要用蝙蝠嗎? 那是鑽蝠包裝的 鑽蝠包裝那樣 鑽蝠包裝那樣 鑽蝠包裝那樣? 那用蝙蝠就製作了 這要把它稍微用起來 稍微用起來 稍微用起來 日本人有幾個月說 很久永久後就要拿回 冬天的時候,東西特別好吃,啊,外面也特別好 在台南,也是一樣,這個情形呢 蝦子,都要用掉 對,都要用掉 這支蛇鹽,蛇鹽的作用是什麼 給魚的鹹度味,可能比較好吃 要吃鹹度味 你頭部就不夠鹹度會很判斷 肉也不會擠,是這樣 是哦 還有保鮮 對啊 還要真空包裝 對 聽說,朋友會為了當作各個過年 玩笑的這段時間,最好吃 簡單說起來,這跟天氣有夠冬、有冬的 如果是不夠好,這樣朋友人,就有年總獎金樓 這兩斤剩了,一區三年,一區有了 一區有了,中風雞 小型中風雞 小型中風雞 小型的中風雞 小型中風雞,哦 像魚子跟蒸在塑膠底裡 然後用這台機器,放到裡面的空氣把它揉出來 可以把它蒸出來,就對了 對 對 173,剛才就是這樣 哦 就這樣 這可以栽培嗎 可以栽培 可以栽培 你可以栽培嗎 你會把我們栽培嗎 今天,特別買了幾塊土土魚 準備要來去送朋友 這個土土,發音政客的方法 政客的公法是土土 土土 有人說,栽培是怎麼叫栽培是因為水師提督 西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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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隆就打敗正式王朝 西隆 西隆 他說的這個栽培 他說他是 contrib 提督 所以併做特特,這說得太勉強 西隆聽說是很愛吃這種魚 沒不對 聽說他 taxi 有給他聽中央研究研究說 水有給他聽得很高 所以他叫做提督語 是不是這樣 這是大家一個參考而已 後來 做法還有一種 叫做宜夜間的做法 我們必須找職人 職人 來跟我們介紹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台湾趴趴了解台灣的文化和文明 李尚侯 大家好 我是余夫 我們現在說到這個頭頭 頭頭還有一種出力的風聲 叫做宜夜間 那麼用宜夜間 聽說古早時代 很多的平人 他們聽得很頭頭 他們就用給它環切 環切之後 把它用那個風下去 算說這樣吹一枚了 現在比較乾 叫做宜夜間 當然要抹炸什麼 特地的這個技術在裡面就對了 這樣聽說 聽說這個頭頭做起來的東西 最好吃 不過有的人 是有日本人 日本人如果吃頭頭的Sashimi 他們就說 它這磅就很好吃 現在我們如果用這個鮮的來吃 我把這個朋友吃過 我覺得這個主意就怪怪 他們說 這日本人認為說 這種 你如果是用親的來吃 給他們這個鮮的 那就是鮪魚 差不多好吃 就是對我來說 好吃派這裡 不是重點 重點是要了解到 它裡面的因素文化是安全 所以很多朋友 高進來看我節目的時候說 哎呦你這樣說 那間我去就不好吃 我都一在在這個節目裡面 跟各位說 這個阿公要煮鹹 阿嬤要煮吃 每一個人的口味不一樣 跟你介紹 不是要介紹說 這間很好吃 是要說 這間這個東西的飲食文化是怎麼來的 這樣不才有意義 這樣不才是我們民事學堂說 都要給各位傳達的訊息 是不是這樣 來 有人專門在這個水泉經裡面 出這種 給出的吐托魚達人 就是職人 我們來看一看 他怎麼做 這是台南的水泉經市場 今天要了解 為什麼頭頭的魚 要擦鹽 耍來的可愛魚夜間 放火 現在正在切塊 現在正在切塊 好 安楽 抓一接 十一步 十二步 九國金山 十二步 十二步 九國金山 這算常常常的 十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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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一步 十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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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千兩百五十 少許 不然你要捕捉 五千瓦而已 切割後,魚肉中有一坑 那坑本地蒸的是魚糧要拿起來 這是捕起來的魚糧 現在要來抹鹽 鹽水 沒有,叫鹽巴 那是粗鹽,還是粗鹽 就台海那個細的鹽 喔喔喔,是這樣喔 這碗鹽是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它吃起來會比較Q 吃起來會比較Q 吃起來會比較Q 有差那個鹽嗎 有差 用那個的話更Q 用餘的桿更Q 這不是都有雞氣嗎 沒有 這是真空包,不然這樣包而已 這樣包 它回去要怎麼處理 直接冷凍就好了 直接冷凍就可以了 這隻喔,中小型而已 中小型而已喔 好,謝謝喔 我們說了很久的這個 台南,水泉景市場是台南的這個 逐利市場 逐利市場 你到底是在說 逐利市場現在不是鐵條旗 是啦 尤其在呢 逐利市場我以前也都有貴過 所以呢,又有把它吸收 這個 這個 逐利市場 裡面 它分成外町 跟內町 那麼外町 就是在賣這些東西 有什麼 像 這些是海鮮丼嘛 還有在賣那種 聽說這個在外町賣的東西 最初受到外國人歡迎的就是 那種 那種 江戶前 的這些產品 其實 它這整個的 這是 這所謂的東京灣的一部分 那麽 因為它那時候 它進行填海工程 所以填海工程 沒有這麼做到 整個的這個 使用它 這聽說是這個東京的賭榜 那現在因為就是 要碰到 我們知道就是說 這個 這個 剛才要奧運嘛 日本的2020的奧運 所以呢 日本人呢 總是這個主力市場把它拆掉 主力市場你如果不拆也不可以 因為那裡面 已經比較多年了 所以什麼 一堆就對了 表面看起來很清潔 但是其實裡面 到底是什麼也不知道 聽說現在新興建的這個 這個風舟市場 那時候以前 我們公公客 我們是市場 人家在做工作 我們學不會這樣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人家覺得做事情很不方便 所以他們現在 新興建的這個菜市場 這個市場 他們聽說是怎麼做的 聽說是最理想市場 他還有另外一個步道 讓你遊客可以去參觀 不過你要是在這個地方 他的外場 通常說起來 東西都很秀 像這個 這都有那個Coupon Coupon呢 你就調到那個Coupon 走去看 哪一間 你可以比較 哪一間最秀 所以到底是誰都什麼行 好可知道我有協助 我們走來看 這是日本東京 主地的外市場 來到這裡所有最新鮮的海山 當然也都有 那是每一間所有店名 哪一個 就是 炸那個 就是 炸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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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個厚 哇 一片 放過 My Nueva 還有蔥,所以很甜 但是剛才打折起來,所以很好吃 到外市裡面,這種玉子燒,四季都有 但是每一間的口味都不一樣 這個,那是洋人,洋人在住呢 他還給我們工作證 請我做生意,這樣兩罐兩罐,也不錯喔 這次是冬天表演台黑尾魚身 我們在隔壁吃完了 Talako這樣子的可以,應該可以帶回家 你要的話我買給你 這是什麼東西 Talako啦,那個... 他啦,鱈魚的卵 哇,我已經看到脆弱了 看快來去吃一間,吃一塊給他送啦 哇,我已經看到脆弱了 看快來去吃一間,吃一塊給他送啦 這間海鮮丼的餐廳叫做 站馬上就無聊 剛好這個是這一家 天啊 沒關係,快來快來 下面一定有飯啦 他說,OKOK,沒關係啦 不是,他給我們吃美容 我們可以訂這個啦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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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對啊 在竹地的外市場 香繡海鮮 絕對是最新鮮 年輕的也是最新鮮 一人家 如果是去竹地以外的地方吃 哇,絕對幾倍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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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 這裡有很多名人來吃過 這個人家 這個竹地市場 很可笑 現在已經聽到了 所以 很多人還有很快樂 那個地方 不過呢 我們說到這個 台南的竹地市場 跟水神經市場 還沒說完 裡面還有很多好聊 不過這就要等 後禮拜 我們有更多這個時間 繼續來講 裡面每一行 因為在這個水神經裡面 很多這個店家都很熟 所以我們後禮拜 還有一個時間再會 我是漁夫 拜拜 假期